Hello,大家好,我是彭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作题思路 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了整个系列的第86题 让我们一起来读题 Alice and Bernard 这两个朋友A and B 我们可以先写上 A和B 然后呢 had the same number of seashells at first 他们一开始有这个贝壳 然后是同样数量的 same number after Bernard gave Alice 15 seashells 好了,它这是海螺贝壳这种东西 反正就是那种类似甲克类的动物 然后完了之后它给了15个 Alice then had 103 seashells 就变成了这个103Alice 那你说Alice原来它有多少呢 那么Alice原来肯定没有103 它是因为Bernard给了它 所以说它原来就是103-15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很轻松的就能算出来 它的是88 好吧 那么它原来有的是88 那么原来两个人一共有多少呢 因为它们是same number 所以说88 times 2 应该是28 16 176 176 它们总共的是176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求的是 how many seashells didBernard have in the end Bernard最后有多少 这是一个存量问题 存量问题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没有seashells被给出去 或者说加入到系统之中 那么总的数量是不变的 总的数量既然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知道了其中一个人最后的数量是103 另外一个人的数量就可以用一个减法就求出来了 所以说Bernard had 73 seashells in the end 这种导体就结束了 哦对画一下 这样子方便老师改券 谢谢